欢迎大家收看幼儿园生活 今天是9月21号 应粉丝的要求 我给大家做一下9月的巡演 要跟大家介绍读者野路局 这个是今年春天花有给的一个枝条 经过将近一年的养护 现在长了很大一层 明年春天会开得非常炸裂 我还是很期待的 应该是三周前 我把花叶橡皮树 给做了一个短节 那么可以看 它现在已经发芽了 这边一个芽 这边也有一个芽 兰花营真的是很美 但是枝条太长了 我准备给它做一个牵引 让它有一些弯曲的美感 昨天刚下过大雨 这个月季的花 本来挺鲜艳的 结果一场雨之后 就有点惨不忍睹 但是好歹 这边又出了一个花苞 但是这两个我做一个修剪就可以了 后面还是一如既往 是我的非常非常满意的 也是开花机器 非洲凤鲜花 它一直在我花园里绽放 可以开到11月中旬 很好的一个色块填充植物 很适合北京的夏天 菊科植物在秋天都会逐渐发力了 这是我的一棵球菊 然后现在也都结了小花苞 你看还是很不错的 就等着它绽放了 球菊上面有一些牙虫可以看到 我基本上不做干预 因为也不影响 年年有 年年也照样开 所以就让它就这样吧 这是我今年5月份买了一颗香雪球 我竟然没有死 这个我还是很诧异的 但是好就好在 一旦温度下降之后呢 香雪球也会很快开花的 我还是很期待的 我会给它施节肥 给它催一下吧 长春花 我还是很喜欢长春花的颜色的 因为我在日本呢 曾经看到过长春花的这种 组合盆栽啊 我觉得很漂亮 中国呢 很少见啊 我觉得可能养护肚 相对要求会精细一些啊 下面呢 我没跟大家介绍过 是我中秋假期刚买的一颗 冰淇淋昂台 那它是海神王的牙变品种啊 是个素千苗 因为我好久不买素千苗了 这次买了 我也想看到底是否对半啊 期待中吧 就是被这颗圆锥绣球挡得有点厉害 所以现在表现不是特别的好 我落叶独鹃的花苞呢 蓬大的也比较明显啊 秋天呢 风树还没有变色啊 但是我这颗风树品种呢 秋天变色实际效果一般啊 不如春季变色好 秀锦呢 它的春季是最亮的 颜色也是最漂亮的 秋季看情况 如果是个暖冬 它会变色 如果温度呢 是断崖式下降 这个秀锦的变色呢 就很一般了 我的这颗日本花绝 是不是表现还挺漂亮的 很喜欢 这个日本花绝 这么一看 真的很美啊 状态也好 是吧 安库独鹃这边说说吧 好多花有的安库独鹃都开花了啊 但我这儿估计没戏 也发现它有点缺铁 我到时候给它调一下吧 因为安库独鹃 我最近照顾的确实很一般 我的日本大野伞又出新芽了啊 很漂亮很漂亮 让人在秋天看到了生命的顽强 绿天鹅海域也还表现得很好啊 颜色很喜欢 但是在室内呢 它有点拉胯啊 一般冬天它就会休眠 但说实话 它作为室内滤脂 我觉得我这种养护方式 可能不太适合它 一些鹅掌柴呢 也是心也平发啊 可以看状态很好啊 但是这种植物呢 需要不停地去修剪啊 然后让它的枝条呢 更有美感 那我先养活 然后再慢慢往美的方向发展吧 中秋假期呢 买了撒筋的龟尾竹啊 好像说这个开胃不是特别的好 哎我养养看吧 看看能不能给养出状态来吧 没想到富贵学的状态让我养的这么好啊 我说实话本来都有点想送人的 但夏天过后啊 它状态表现真的很赞啊 看到这颗小花了吗 是我的秋牡丹开了啊 因为下雨秋牡丹有些有点倒浮了 但是秋牡丹呢 是我秋天的一景吧 日本香根草呢 都抽出了花絮啊 好像不能繁殖 但是这从日本香根草呢 确实是越长越大 贝拉那绣球的表现呢 今年不算好啊 因为北京太潮湿了 导致它的很多花球呢 有枯萎的情况啊 我也不剪了 就这样吧 甲果决的状态呢 没有日本化学表现好啊 可能这个角落呢 养护也不是那么到位啊 有可能是缺水缺肥了 有点烂糟糟的感觉啊 跟这几个小和尚在一起呢 更有一种残缺美啊 这边呢 基本上是绣球啊 百合都已经开拜了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表现 货香呢 都结了好多的种子啊 我原来是准备 送大家一些小苗的 结果今年春天的小苗全死了 然后不行的话 我就给大家剪一个种夹吧 这样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养养 今夜货香试试哈 看这个位置呢 还有少量的花啊 今夜货香是非常好的 蜜圆植物啊 你看这也是它今夜的样子啊 后面呢是落叶堵砖啊 花宝很饱满 月季真皱 然后还有这颗月季非常能开啊 这颗月季是冰冠 很能开很能开的 很喜欢 在底下呢就是紫碗了啊 还没开起来 我这颗紫碗呢 颜色有点奇特啊 是霉红色的 去年给它做了一个分株 一大丛给它分了三株吧 然后现在呢 都表现得挺好的 紫碗呢非常喜阳啊 如果你要种紫碗的话呢 一定把它种在强阳的位置啊 一定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啊 葡萄烤的花呢 基本上已经没了 开了有陆陆续续两三个月啊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很不错 明年再见吧 下期还买了几颗万寿菊啊 丰富一下我花香的色彩啊 这个花香今年有点惨不忍度 秋天呢还必须让大家看看 秋天的感觉啊 也就是果实了 你看这些辣椒呢 都是纯天然的 很喜欢人吧 看到没有 我的巴朗海棠的果实 基本上已经成熟了啊 很喜欢 真的很好吃 脆甜脆甜的 我今天会摘一些啊 很满意的一棵海棠树 是不是结的还蛮多的 鸟儿也吃啊 我也喜欢 真的是在秋天 给人的情绪价值拉满啊 我的这棵紫碗呢 现在已经有秋色了啊 但说实话 紫围今年的表现很一般 因为我没有给打药 所以今年呢 开花只开了一朵啊 往年呢 它能开到十一啊 真的是开三个月左右啊 牡丹也给个镜头吧 看这个样子是不是也很破败啊 实际它正在继续能量 等待明年春天的绽放啊 好了 这就是我花园九月份的样子 谢谢大家收看又圆生活 享受养花的快乐 再见 我也会boy 下来 famille 儿子 قال 接述 还有 娅